法號稱世界 他們就吐槽說 國民黨想什麼 國民黨是想著要如何 幹掉柯文哲 旗艦沒有解決之前 到底是要談什麼 在藍白會談 陷入僵局的同時 柯振英卻是不斷的放話 是不排除要幹嘛 不排除我們找別人 說要柯郭沛 而郭振英他們也講說 其實他們有意要投入 相關的資源 我們也可以幫助民眾黨 柯文哲 其實他現在在幹嘛 就是兩手策略 要逼國民黨就範嗎 朱立倫他的選擇 會是什麼呢 距離總統登記不到40天的時間 郭董搶親會不會成功 再來我們來看的是 潛艦國造的泄密案 王定委委員昨天在新台灣加油 他的獨家揭露 他說其實不只是邵維洋中將 來參與機密會議的所有軍官 人都有看到 那個人在用PHS手機 你真的要逼到全部的軍種 都站出來來說 你有做這些事情嗎 路透社有一個最新的報導 他是說韓國擔心 被中國經濟制裁 因此起訴了幫助台灣打造潛艦的承包商 路透社這篇報導 是不是也坐實了馬文君泄密 造成這樣一個傷害呢 今天這個在大院的巡達 外交部長以及國防部長都表達 對馬文君泄密可能導致一些寒蟬效應 南韓甚至有沒有可能延伸到其他的國家 恐怕也不敢再幫台灣做後續艦 他們會有這樣一個擔心 而柯文哲他在上節目的時候被問到說 如果你來當選 對於海坤艦潛艦國操這個事情 你會不會查辦到底呢 柯文哲他的回答說 我都不用查 我就把所有的會議記錄上網公開 這樣就好了 敵人的敵人會幫我來收拾他們 結果看到是486先生 他就是氣得炮轟柯文哲 這是政界的垃圾 這個語氣講得非常的重 因為國防機密是你隨隨便便 就可以公開的嗎 他批評柯文哲 完全是沒有國政的概念 好 開始今天更多討論之前 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作家庫林 各位好 大家好 好 歡迎政治評論員王毅川 大家好 以及網路評論家溫朗東 大家好 左手邊來介紹是立委林昌左 各位好 大家好 支持梅田陳東好 各位好 大家好 以及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李明顯 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 因為這個會前會 已經是拜託的事情 問題是今天應該要有 第二場的會議 再進行下一步的磋商 可是第一道就掉了 我請教逸川哥 掉的一邊說要民調 可是國民黨提出來的是一個 什麼參考美法 什麼僅持有年的開放式民主初選 當然民眾黨這邊就有意見 不同意 現在問題是 下一次磋商是什麼時間 其實民眾黨是希望說 10月底之前 我們把這些都搞定 我們說好 那國民黨稍晚 他說可以到這個10月的第一個禮拜 但是眼見就是 也不夠就兩三禮拜之間 遲不被拚 所以國民黨開始喊話 後來又喊話 拜託拜託 三天起來 希望可以促成第二次的會議 你覺得這個會議 會不會如期順利的展開 這個案子我覺得我個人是滿樂觀的 因為一切都在節奏上面 上禮拜託開會開後 當然就決定了下次開會的時間 是隔天的中午12點以前決定 但是到現在沒有決定 沒有決定可能是最近因為景氣比較好 飯店的房間都燉沒有 沒關係 這跟漁沒關係這都還好 分手是為了在一起 死亡是為了重生 吵架是為了炒熱氣氛 破鏡是為了重圓 落選是為了東山再起 這就是現在兩百 好勵志 我們在跟他樂觀 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看這個節目 看來每天都要藍白盒 破來破去 哭得很煩 我是建議這樣 不能再吵 藍白真的不要再吵 選民真的會失望 不要為了那些孜孜節節 用什麼方法 那個都其次了 重點是雙方要相愛 所以我提出了一個建議 這個建議 我講給很多人聽 大家都還滿支持的 第一個 金普聰既然堅持這種開放式的 什麼民主初選 那就金普聰負責這個 都金普聰負責 當時要辦金普聰決定 要設幾個投票所金普聰決定 要稍等 他們今天提出來 要稍等國民黨的民眾服務社 也金普聰決定 第三 三百塊最晚 對 他們已經恭喜這個方式了 都這樣 當時要辦 都沒關係 可以坐一天這裡 不可以坐一天這裡 一個人可以台南到之後再去花蓮島 會沾不沾 都沒關係 都金普聰負責 錢都國民都開 到達十一月底 十月底就對了 到達十月底 第一 民調 民調都柯文哲負責 柯文哲要找五斤就找五斤 找一斤就找一斤 拿五十斤就五十斤 民調時間不一定到六點到十點 因為災難 十點晚上都在睡 他們朝央都十一二點上線 所以民調凌晨要做都沒關係 要做幾萬分 幾千分都沒關係 這都柯文哲負責 各自負責 各自負責 不要互相批評 大家要有負信基礎 做完以後十月底 他們的分數各佔百分之五十 打給大家看 就答案了 不要這樣互相 親家都在賤賤 親家不要賤賤 我們柯文哲這個柯文哲的 金普聰責 做完大家耍出來 不開心 因為對方做拼怎麼樣怎麼樣 沒關係 十一月兩個都去登記 都去登記 這都沒問題 社會和諧就好 真的不要再為了這種事情 一直在那裡吵 民眾看得也很厭煩 最后倒票的時候 三腳刀 四腳刀 五腳刀 都沒關係 就告訴你倒票的時候 還有人 倒個人 公公子 隨人猜 都沒關係 千萬不要再忘記了 因為我每次看到你們 兩百兩個都要忘記了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親戚也說都不能管 都不能插 所以我是比較樂觀 我不會給你們看誰 不會給你們看誰 比較樂觀 希望 金普聰的方法 就國民黨去執行 柯文哲的方法就柯文哲去執行 彼此不要再吵架了 這個社會以何為貴 這有哪些苦心勸說大家 良心的呼籲這樣 不知道像今天那個 郭鎮影又說限你三天 限你三天一定要 各位要記得 藍白的知識只要記得 還有藍白兩邊的高層要記得 不要陷入細節 總統代算都看大格局 沒有人家嫁到什麼 可以由人家成為 你看人家郭台銘 郭台銘企圖多好呢 說 柯文哲欠錢沒問題 彈錢就贖氣 三百個連署站都轉成雷擔布 都可以幫你協助 郭台銘企圖就好 不會陷入到那個細節裡頭去 所以學學郭台銘 大家以和為貴 想參選就去參選 有機會大家合作 沒有機會就互相祝福 這樣 不過這個氣氛我覺得不是吵架 比較事實上是單方面的霸凌 因為這樣 對 因為侯友宜這一邊 他會不會這樣 要說給你選你也不會上 而且今天他們還派了周餘修 這科辦的人講說 我們柯正銘是在思考 如何贏賴清德 可是國民黨想的是 如何幹掉柯文哲 但不是這樣 國民黨會這樣嗎 不是要喊嗎 然後你看單方面的霸凌 這個科辦這邊都講 都重點的 侯友宜這邊想說 我們還是希望說什麼 繼續施展 呈現我們的善意 一邊客客氣氣 而且金普聰也沒有罵人 然後他說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他不是這樣講 他是說 以一己之心度他人之父 都有點解決 是不是 人家做到這樣 民眾黨這樣刺 還沒受過分 庫林大哥 這個本來今天應該是黃金八點檔 這部戲好像叫做相親強迫中 這部戲 第二集上演的時候 你真的看過相親強迫在西餐廳裡面 男女主角各自坐在那邊滑手機 然後旁邊的家長講得很熱烈 開始討論什麼 聘金什麼挖勾的這個 這部戲為什麼今天沒有如期的上演第二集呢 真是太令人失望了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黃金 黃金八點檔 這黃三三跟金普聰 你派這兩個人出來 你就是沒有要合的意思嘛 對不對 黃三三 黃三三有PTSD 他被被刺多少次啊 對不對 從親民黨時代開始 而且基本上就是馬英九 金普聰你在後面刺的 兩千年 這個 宋楚瑜自己講的嘛 國民黨做假民調嘛 包括A調嘛 對不對 誰做的 金普聰做的嘛 然後2004年 連宋和 連宋和為什麼輸掉 很不容易 宋楚瑜明明票比較多的 林彥肯來做富的 這很了不起吧 給你們做個磕喉 做個榜樣 但是2004年大家都只記得 是因為 這個319槍擊案輸掉了 事實上大家要記得 2004年還有一件事 百萬廢票聯盟 誰發起的 金普聰 你看陳水扁得到640千萬票 連宋配 642萬票 廢票有33萬票 在2000年廢票只有13萬票 換句話說 百萬廢票 你們弄到20萬的廢票 這個20萬的票裡面 只要有5萬票給連宋配 連宋就贏了 當然不能讓連宋贏 連宋如果贏了 馬英九 金普聰親愛的馬英九 要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這是第二次 第三次 2010年 反正宋楚瑜 親民黨已經頭頭頭了 說好 好不容易新票案的錢 可以拿回來 法院也判準了 國民黨民意上也紮運了 黃珊珊高高興興跟著宋楚瑜去參加上海世博會 中間忽然國民黨報告嚇一跳 到現在這些錢還沒有回來 你看多痛 所以這些人就算 就是金普聰 就黃珊珊 這些事都是金普聰幹的 這些事情黃珊珊 難道他不會懷恨在心嗎 那更糟糕是還有人開外掛 叫做道少綱 人家黃金八點檔的第一 前一天 你找來30個國民黨立委 戰鬥欄 回入特徵組爭辦黃曙光 你什麼意思 黃曙光是黃曙山的哥哥 你們不知道嗎 哪有人的政見制要成一個組 來專門辦某一個人的 你這什麼東西 而且根據林菁姐說 他們根本到現場 不知道有那個八大政見 他自己說溜嘴 但他怎麼沒下車 人家政政權就知道下車 沒有 所以大家喊了 他說出來大家就只好認了 然後連喊馬文堅加油 也不是意料之中 11批也先喊 馬上加油 結果有人就站起來 馬上就加油 第二批 第三批最後才跟上 你去看那個畫面 第三批才叫齊 所以這整個事情 你想黃曙山是什麼樣的心理 他怎麼可能去跟金箔中和 為什麼個人那麼生氣 因為你擺明的是亂討 第一個你造冊怎麼造 要不要造冊 對不對 國民黨說不用 不用造冊的話 那我一個人可以投幾次 他說他可以電腦除幣 對啊 根本不可能對不對 我今天早上下午 以前那種黨員投票 你要一個人拿一堆身份證 在投多的事 然後你這樣子準備 你要多少時間 你時間夠準備嗎 而且最重要是說 那你多少人來投票才算 如果全部投票只有來20萬人 對啊 黃世秋吐槽 你比我還低的人 那是不是還要講一個最低人數出來 所以你這整個事情 你根本就是不成的事情 但是柯文哲智商太低 柯文哲自稱智商157 這個大家都已經給他揭穿了 因為台灣沒有任何一個 有公信力的智商機構 唯一有叫過智商的就是預官考試 當年我也考過 那個智商考試是有考古題的 我沒過 你沒過我有過 那你記得你幾分嗎 161 那你後來就講你就161 我161打敗157 但是我們都知道那是鬼打架 那就是一拳方塊 然後說摺起來會變成什麼形狀 抱歉 供應都一直攻擊 然後一堆積木這樣 一堆方塊推在一起 你上面有幾個 就是這種 這什麼智商 可是柯文哲沉不住氣 你覺得就在那邊發脾氣 因為他覺得你這個東西不可行 其實柯文哲有聰明 你說好啊 那你來提出 剛剛我這些問題 你來提出這些計畫 你怎麼做 我都備合你 你一定時間不夠的 到時候你就自負其短 結果柯文哲翻臉說 這個讓你選你也選不上 大家回應是什麼 柯文哲你也選不上 講得真好 你們兩個都選不上 知道誰會選上嗎 阿川 所以但是問題在於 為什麼國民黨距離劣勢 因為國民黨怕選不上 柯文哲不怕選不上 柯文哲早就說過他選不上 他說我不可能當選總統 但是我知道 我可以影響總統候選 我既然不怕上 那就來嘛 與死往破沒差 我跟你鬧 而且你這樣不斷過程中 柯文哲不斷有聲量 要不然誰理你 你又沒辦法造勢 你又沒有組織 有好一陣子沒人理他了 所以就跟 就以玩弄國民黨的方式 來繼續培養他的身世 國民黨就給人家狂爭笑 畢竟在座多數都算是局外人 局內人是民賢哥 我會 因為民進黨這邊講說 賴清德 黨主席想說 我們不要賺肉 多數都是局外人 局內人你看這局 目前演到這裡 演到第二次有點稍為難產 你覺得會順利 也沒有難產 剛才 кв 你們藍白河跟他什麼事 他通報費沒有那麼多 你們公司 三億公司贊助桌 我議長來通報要這麼多 我的建議是 你如果要佔論 我們三億可以接好不好 因為要三場辯論 三億可以接 帶回去一下好不好 我對你講一下 現在來說第二項 第二項希望在越快越好 明天才到後面 對一個地方 剛議長說你要餐廳找嗎 還是飯店找嗎 對一個地方最好 台南 白河 藍白河 台南有白河 你怕是來講一下 你踢太強了 好冷喔 現在你看台南白河就很好 不是 白河沒有藍 台南 台南有白河 藍白河 還要發音不標準 台 藍 白河 我碰過 碰過 你是郭台銘的台嗎 我沒有 白河 你去逛老街 然後再去洗溫泉 然後看一下白河水庫 這樣不是很好嗎 手牽手 大家感覺不很好 不要藍燒話 好啦 等一下 剛剛苦林老師說 其實這個我內部的 包括今天已經有折衷版的方案 都提出來了 包括會產計畫 這不是我下的 這是給我辦出來的 折衷在哪邊 有 要有折衷 你只要要讓民眾黨感受到 你們的誠意 折衷你要一半 民調算一半 第一個就是說 還是希望在各縣市 包括22縣市 73個立委選區 廣設投票所 經費的部分 考量到民眾黨 可能出不出來 議長 可能通告要自己談 這個就可以採取 你說的AA字 就是說民眾黨跟國民黨 各出一半 即使民眾黨沒辦法出 國民黨也可以說可以出一點 你沒有73個立委 民眾黨哪來的立委 哪來的區域立委 錢可以幫忙 甚至如果議長 沒有搞 苦林老師的通告費 也可以出出來 我們就一起把這個初選 把它湊成 這絕對沒有問題 而且你知道 10月底之前 只要達成協議的話 而且你剛剛講 苦林老師說的 會重複投票 其實不需要照撤 採實名字 聯合 就是說驗身分證 這對了 就是避免重複投票 第二個為什麼要驗身分證 避免說 等一下 常作委員 其實你是天民黨的 都殺來打 殺來亂 就說要把一些 你看這認真看得出來 對啊 看得出來嗎 對啊 你們說要簽一個認同卡 認同卡誰不會簽 苦林老師你會簽嗎 簽就會簽 認同卡 我跟你講 認同卡就像是 來叫你簽一個東西說 我這輩子不會輸滑 然後簽 講苦林老師這就要亂 一看就知道 一開始就可以把它屁股掉 你怎麼說一看 就說人家來亂的 哪看得出來 他哪知道地方派事 所以這是折衷版 沒有來換 我是覺得以柯文哲跟侯友 兩個來講可以選侯友 不是啦 你看連時間都有 你知道為什麼 11月18就登記了 時間不等人 所以希望投票日期是 11月4號 11月5號 都有投票時間 投票地點都有 所以這是折衷版的 所以現在提出來希望地點 地點當然是我剛才會說的 台南白河這是我不會說的 我是認為 還是在台北比較有可能 當然台南林島 可能 這個不叫折衷 折衷是說我要民調 你要民主出選 各佔50% 這才叫折衷 現在全部照你的方法 折衷什麼中 這個是這樣子 譬如說 專門各讓一步 那我現在先讓0.5步 你要讓一步 你讓哪裡 你這沒有0.5 你完全沒有讓 你只是在講怎麼做而已 但是 因為這樣執行細節 這也很重要 這個沒有0.5 這沒有讓步 這個你怎麼寫 民調要操作型定義 那民調要操作型定義 我可以 我可以說 應該是日本節目第一次 要替民選講話一下 因為我說正經 因為大家覺得過期 柯文哲他說要這個合作 要整合大家以何為貴 等等的時候 那不是說到這麼多慘 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會記得 他那個時候要支持 大安區支持羅志強 就一句話 我們價值理念跟他相近 我們信義跟南松山 支持這個許巧欣 價值理念相近 我沒有說三次辯論 幾次民調 我要確定跟許巧欣的理念 合不合 先弄那些 好像 因為他現在講的說 不做這些程序 你扣過好多關卡 會被人家覺得在分章 所以要先跟侯友宜 確定這個理念相近 你可以跟許巧欣理念相近 跟羅志強理念相近 可是你跟侯友宜理念不相近 這我看不見 對我來說 許巧欣羅志強是更遠的 更極端的 更欺負的 你結果現在回來講說 換我要選了 不一樣 因為羅志強跟許巧欣 那個對手 民眾黨不知道要推誰 現在柯文哲想想 我就是要在算 但是如果你要講理念相近 那羅志強跟苗柏亞 你怎麼分 你怎麼會講說苗柏亞 跟你比較遠 羅志強跟你比較近 我要講的是 你在講別區跟你無關 生死無關的時候 隨便合都可以 我就閉著眼睛 支持羅志強也可以 我自己要選就沒有 100個關卡都要設下去 民調也要做100遍 然後辯論也要做100遍 做到大家都不能合 所以我覺得這個 他就不是要合 其實我們都知道藍白 做這一個局 他就是想要把最後 沒有合的責任推給對方 所以關卡弄很多 然後我這邊就要弄我最有力的 藍這邊也要弄自己最有力的 比的是什麼 這不代表沒有在比東西 我們互相卡 互相讓最後不會合 但是我要讓你承擔責任 意思就像是兩個火車相撞 但是最後誰先閃 誰不完了 那另外那一邊的就贏了 所以誰先跳車 誰說這樣我沒辦法 現在看起來就是柯文哲先跳車 因為說起來我在看 剛剛現在苦林老師講的 這個民眾黨他細數了幾個觀點 這些都是第二次可以坐下來談的 對我來說我也是像金埔中這樣一派輕鬆 他最緊張就是這樣 他其實就是要讓你看起來氣急敗壞 他就是要讓你看起來沒辦法這樣 你要先跳車 我在那邊 你們現在都在政論講 民眾黨都在網路講 這就坐下來講就好了 因為如果對我一個局外人來講 你們民眾黨不是說 你們都會的年輕人都支持你們 你現在講到說偏鄉要怎麼投票 奇怪 偏鄉都是長輩 你不是都會票最多 你不是應該要高興說 所以都設在都會 我談到 如果照你自己理解的你的事實 民眾的規定不能用油浪車載 對啊 所以說你會溫談的嘛 所以會這樣 譬如說在花蓮對不對 花蓮設在花蓮市 對啊 最南平的玉璃負璃 方兵卓西萬榮那些人 都會騙招來 因為不能坐油浪車 你知道多遠嗎 多遠吧 對 三輩兩百公里 三輩兩百公里 所以說照共川這樣說是不是 柯文哲他自認為的 那一些支持者的區域 是一定有投票所的 反而是長輩又不能坐遊覽車的 反而那一些是懶得的選民 騎後都不來 所以我要講的是 你坐下來談就有很多 對你有利的條件 你可以拿出來講 國民黨不支持再說 譬如說你說 這個二三十個縣市開投票所不夠 七十三個區域立委投票所不夠 我要五百個 因為我的年輕人票都在哪裡 你這些都給我廣設下去 沒錢現在郭董就已經說要幫你出 你不是說郭台銘一定要有角色 所以一半國民黨出 郭董現在沒有印 沒有我的參賽資格 我還要抖內 那看他們怎麼說 因為郭董自己起來 自己來講了 所以說柯文哲的智商不高 情商也低 我就這個意思 其實我跟土耳老師的意思就是說 你幹嘛要先跳車 你就跟你現在講的 都先坐都要跟剛才說 你這樣子不公平 我認為例如或是說民調一半 你這個什麼民主初選一半 民主初選的地方應該要夠 要五百個 而且我找到錢了 郭台銘 這樣就好 你現在在那邊提供一名 佛列的議員剛才說 你的共民黨折中板方案 可是黃珊珊今天下午 也有正式回應 他們還是要拋出五家全民調 也是有操作型定義 所以雙方雖然各讓了0.5步 可是那個距離還是沒有拉近 所以對那個聘金還是沒有談成 那個相親的時候為什麼會故意刁難 你知道嗎 心有所屬 我幹嘛故意刁難 郭台銘還在那邊等我 郭台銘還在那邊等我 郭台銘親友團在那裡 在塞人親友團話太多了 但是先生 你們這個共民還沒談到聘金 聘金是 像賴斯堡委員講的 六千個位子怎麼分那才叫聘金 沒有 但現在哪裡有平均 現在是連相親程序都沒講好 這個連心裡面想都不能想 怎麼可能講出來 其實他們希望最後這個親事沒有談成 是對方害的 他要的是這樣 到時候才可以操作氣保 說我有沒有要結婚 還是對方沒有 立委員這樣是很開心的 都要用 我其實是很希望他會合 所以我替柯文哲講 你就第二次就拿下來講說 我要擠多少個這一個點 怎樣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是心虛 他沒有親像他這樣用話的 說我都溫贏 我大贏 因為你如果溫贏 你真的可以坐下來講 你要設多少個投開票所 你如果溫贏的 火車對戰的時候 一定是你把對方告過 對方一定最愛跳車 怎麼會是你先跳車 我實在 現在兩個 哪有可能有人溫贏的 現在第一個民調領先的 來親得 你們兩個不合就不可能贏 所以說他嘴巴說他溫贏 結果他先跳車 所以大家看不看手 我覺得金普聰現在一定偷笑 因為我如果金普聰還有懶的 我一定到最後一定都說 他第二次 他第二次講的都只在政論上面講 他第二次講只在網路講 我們坐在這邊 我們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我們安排 加起來要會談 對 我就台南 加起來會贏就台南會贏 你們心裡的邪惡 所以金老師聽到我講的 可以拿來用 就是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你講的所有的第二次開會 都可以坐下來講 不要對網路講 不要對媒體放炮 好 來 東豪哥 可是實際上從禮拜六到現在為止 其實是柯文哲贏比較多 贏在哪邊 贏在聲量 贏在話 還有在道理上來講 說實在的柯文哲也贏得比較多 真的嗎 當然真的 因為 不是 因為我舉一個點 給候選也不會贏 你選也不會贏 你在合作的一個氣氛當中 你覺得國民黨的支持者 不會覺得你把我們看得這麼 國民黨想的跟我們不完全一樣 柯文哲當然嘴巴夠賤 所以他才會去酸侯友宜說 浪給你選你也不會贏 可是就 如果說這是男女 你談要不要結婚 那個光是程序上來講 大家各有不同的主張 可是誰會比較 誰的道理比較站得住 我當然是幾家民調 因為民調大家最聽得懂 金普通雖然是我老師 但是你並沒有 我說道理上 你為什麼站不住腳 就是你要用全民初選 來讓柯文哲接受的時候 那你的道理是在哪裡 不能講美式就這樣結束的 美式的那種全民初選 人家準備時間多久 醞釀期多久 是一年以前就開始 然後那一年的下半年 才是進入到兩黨完成 完成初選之後 提名作業之後 變成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的競竹 可是前半段一定是在野黨的初選 民主黨在野的時候 你看那個時候拜登 他們那個初選多早 這次共和黨在野 你也是看得到 你沒有那麼長的時間 你怎麼可能說服對方 我說道理 要不要合 要不要破局 大家是想給破局找個理由 我不要當戰犯 可是你的道理 一定要站得著主角 我為什麼說柯文哲會賺的比較多 我用 台灣議題研究中心的這個手板 這個手板那麼多花花綠的顏色 我只要請大家看柯文哲賺 為什麼我說要賺 你看藍營社群這一塊 有一個淺綠的叫做支持柯文哲 你要記住這是藍營社群 支持柯文哲15.8 有一個更可怕的是3 柯P加油3在這裡 然後最離譜的是 在藍營裡面居然有一個 表示唯一支持柯文哲的 也有10% 也就是說從這個議題發酵 他一直算到10月15號左右 你怎麼會在藍軍的社團裡面是這個 這幾個比例加起來 表示這種票是可以跑的 你的議題諸道權有沒有抓到 如果你要用全民 這個所謂的全民初選 建立國民黨的正當性 所謂的在野整合正當性 這個討論過程中表示你輸掉了 你再回過來看柯文哲這邊 白銀的社群裡面 根本不要跟國民黨合作的 19.2 就這種是不會跑的 第三個 認為藍白核才能下加民進黨的 這個應該算深灰色的 16.5 對國民黨來講 或者對兩邊來講 你想去看 他唯一有可能流動的是什麼 就是他認為藍白核比較重要 就那種票比較容易跑 剩下所有的議題裡面 這邊大部分都在罵 或者消遣國民黨 要不敢秉民調 或者是其他的理由 可是這裡面你有沒有找到說 應該要去支持侯友宜 你在這邊你看不到 你居然在藍軍的社團裡面 會看到唯一支持柯文哲 也就是說 這不是我的重點 還不是在講說什麼空戰 是這一波藍白會前會之後 你的議題主導權完全沒抓到 議題主導權是金老師的強項 你如果這樣下去 後面二會三會都沒有意義 就算有也沒有意義 因為你的議題主導權沒有 你唯一可以對外講的就是 我有派系 我靠地方派系 我組織 就是我靠地方派系 你民眾黨沒有 好 那講選舉一個最簡單 地方派系本來就國民黨的 地方派系有用 侯友宜的民調就不會輸給柯文哲 更不要講賴清德 我在講 地方派系如果有用 侯友宜壓根不應該 輸給柯文哲 他應該要穩居第二 地方派系是你拿出來 出來當到哪 受不了 更何況地方派系 你確定百分之百都掌握住了嗎 但是你用這個理由 你會連藍軍的支持者 你都不能說服 東豪哥講的是說議題的掌握度 然後長桌委員講的是說 在比說誰先散掉 誰先玩不下去對不對 我覺得國民黨的氣場很弱 來請教朗東 怎麼個弱法 因為既然有國民黨 自己裡面的人李永平 台北市的前副市長 他說什麼 他說柯文哲就是利用金普通 社會形象不好 整天踩著金普通不好 金普通的社會形象不好 所以他說 建議國民黨考慮換一個形象好的 笑面佛形的人去跟柯文哲談 你們現在在檢討說 金老師 金普通社會形象不好 找他出去談 這樣就不會贏 最好是換一個主將 馬英九好了 這已經先輸一半 來 朗東 對 金普通在智商上面 是完全壓制黃珊珊跟柯文哲 可是因為後面有人去扯他後腿 所以在良辰極日上面 確實現在談是不太很適合 為什麼 因為紅鏡辦的關公像 青龍眼月刀掉了下來 刀已經落地了 是一個不祥之兆 所以藍白盒就要等到 這個刀先回去 讓官老爺先不要生氣了之後 再慢慢的去談 不要以為我在冷銷尾 因為其實藍白都在冷銷尾 就像前面講的 相親但是雙方都沒有想要跟對方結婚 但是就要把責任推給對方 所以一邊就會講說 我很愛你 可是我晚上會踢被子 另一邊說我很愛你 可是我晚上會磨牙 另一邊講說這樣不行 就說 這樣我們雙方都是基督徒 所以我們的婚禮就辦在耶路撒冷 然後我們的蜜月旅行 就去加薩走廊好了 然後這邊就說 不然我們都在線上有去認識的 我們婚禮就辦在線上 雙方就講一些很難實現的條件 然後導致說這會破局 這個就是這個基本的盤勢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去幫柯文哲設想呢 因為我們都去幫弱的一方 我們是有一個紀弱扶青的一個精神 所以我們最近比較常幫柯文哲講話就是這樣 因為金小道比較強 柯文哲比較弱 所以稍微幫一下柯 首先柯原本是比較強 比民調比辯論的時候也不敢接招 結果到了禮拜六談判現場的時候 突然殺出一個民主初選 黃珊珊 柯文哲就嚇傻了 然後柯文哲就開始惱羞疼 連續罵了兩三天 那我在昨天有台節目就已經預言了 民眾黨一定會緩和下來 然後開始去追問細節 那為什麼要追問這些細節呢 因為問問就破局了 你就每個問說你投票 看法子跳走在哪裡啊 要怎麼樣防止重複投票啊 要怎麼做 慢慢問慢慢講 然後講到後面又發現說時間到了 談判就結束 沒有辦法藍白河 時間到了 沒想到這一招也被金捕衝破解了 真的是 因為最新的進度就是 藍營就提出了這個民賢哥 手上那個撈撈腸的那一篇 說制度我們都想好了 所以說這次請求搞頭 柯文哲現在還在思考怎麼辦 所以我們這邊呢 還是給柯文哲非常好的良性的建議 我們濟起智商是肯定超越柯文哲的 我給他什麼建議呢 我建議說你不要再拒絕一直堅持民調 你要跟國民黨一樣說 國民黨你們過去 是不是喜歡通訊投票 所以我們這一次初選就用通訊投票 線上就可以投 你要去實體投開票所 還是線上投都可以 那如果呢 你民調再佔一半 更好用這個去跟國民黨談 金捕衝馬上就嚇到又回來了 因為他覺得不敢開放 所謂的這個線上投票 你線上投票 柯文哲就叫他的這些網路義勇軍 去每一個那個YouTube 社群 他會請幫柯文哲灌票 而且對綠德來講仔細想一想之後發現 投柯文哲到國民黨會比較難看 所以有點反串一下去幫柯文哲去灌票 那如果有線上投票 你還不用去國民黨黨部 因為你知道綠德要進入國民黨黨部 會有心理障礙 那邊就很多邪氣在那裡 都是不義之財 可是如果是線上投的話 心理門檻比較低 所以而且國民黨自己很喜歡 搞不在籍投票跟通訊投票 所以說柯文的丟這一招很有用 那如果這招還是沒有用 沒辦法嚇阻金捕衝的話 我還幫他想到第二招 就是所謂的納入郭台銘 才能完全整合 所以一開始這個制度 先讓三方一起來去比民調 三取二 取了二之後 二再取一 分成兩個階段去弄 反正你就把這個制度 清才很合理 但是很複雜 但是讓他最後就會破局 最近就完工了 那因為對柯文哲來講 他現在心已經不在國民黨那邊了 他都在想說 郭台銘什麼時候要退選 什麼時候來支持我 但是因為郭台銘 他覺得他今年月底的時候 才會去遞連署 對 他覺得遞完連署之後 一兩個禮拜之後 會有一個慶祝行情 所以郭台銘就想要觀望一下 到11月中的時候 再決定要不要退選 要不要改支持柯文哲 柯文哲也想要等這件事情 等郭台銘死心 郭台銘現在還沒有 沒到黃的心不死 他沒死心之後 柯文哲就必須要拖 要去等他 拖的過程當中 又不想要被人家說什麼 他不想藍白河 所以說現在民眾黨最好的一個方式 就是擺出很有誠意 很有風度 就不要再去罵金普聰了 就認真地去討論這些細節 反正這些細節 討論到最後面之後 就會發現他不可行 為什麼我們從剛剛討論到現在 都是金普聰跟柯文哲 沒有侯友誼 千萬記得千萬不要把金普聰換掉 說要換掉金普聰 我就想到大明帝國末年的抗清名將 袁崇煥 袁崇煥就是中了 中了滿清的 應該那時候叫厚金的反劍劑 被自己人殺掉 臨辭而死 然後滿清就打贏了這樣 所以英勇的金普聰 我們大家要做你的後盾 侯友誼在哪裡 因為柯文哲對金普聰 是上市對中市 金普聰是中 然後柯文哲是上 但因為國民黨的上市 侯友誼太爛了 所以他現在根本沒辦法講 他甚至我懷疑他連什麼是民主出口 他不選都不知道 反正他就交給金普聰 真是侯友誼 陣營現在要注意 今天阿波侯友誼 侯友誼辦公室那個官公 不然人家說自己倒下去 生氣了 他是倒下去 因為我只知道說刀子落地 我不知道他那個內衣尊官公 到底有沒有 刀子落地了 生氣了 剛才明顯國民黨有提一個方案 民眾黨也提了 民眾黨這個民調方案 他們也提了 那邊有一個是參考國民黨的 有一個參考民進黨的 注意看他們參考國民黨的方案是這樣 就是說賴清德 柯文哲 郭台銘 賴清德 侯友誼 郭台銘 如果要互比的時候是 柯文哲 侯友誼 郭台銘 這個有點複雜 但是現在柯文哲就是讓大家 進入到這個細節的討論 整個人都跳下去討論 其實柯文哲人已經走了 對 他早就已經走了 他現在想要去找郭台銘了 結果侯友誼陣營金 補充 又很認真 因為這張彈出來之後 侯陣營可能已經叫兩天 說這百分比要怎麼用 50 50 要不要改 60 40 70 30 今天又再撥下去 他又兩天去了 所以郭台銘你不要傻傻的 柯文哲早就已經走了 你們還在那邊痴痴的等待 可是我有疑問 是這樣 因為這邊說郭台銘 有一個風聲 就是說郭台銘其實也在等 然後當然柯文哲這邊 包括陳志涵講說 任何可以團結什麼聯合政府 什麼方向他們都不排除 也就是說跟郭台銘這邊也有機會 柯美蘭跟柯媽媽 先看柯美蘭 柯妹妹她講說 如果是怕郭台銘賣好的位 那是不是可以找郭台銘好好的合 再來談一談 柯媽媽講說 郭董比較年長 她說要做什麼 柯文哲要看看 怎麼來跟她做配合 那郭這邊有一個內參的民調 公談廟我覺得好像差異性 他是柯侯是最棒的 也就是說侯友宜當副手 然後柯郭也還不錯 但如果是郭柯的情況是 百分之內聖平手要再去努力 那如果是侯柯的話 稍微贏3%左右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郭董他要擺在什麼位置 如果他要當副手的話 他為什麼不跟侯友宜和就好 所以民調看的就是假的 假的 你如果接著電話說來 給郭佩 郭佛佩 給柯佩 柯佩 柯佩 電話如果不去 娃娃桑給你掛掉我會選擇 那種民調都不用相信 那現在對柯文哲的鎮影來說 因為有一個優美的就是郭台銘 柯美蘭接受訪問是接受誰的訪問 接受王淺秋 然後在中廣 那柯美蘭不會擁有說這個 柯美蘭是一個醫生 他對政治也沒什麼 他一定是聽他哥哥說的 他哥哥不要說過這個 所以他才會跑去那裡說 他哥哥叫他去說的 聽他而已 叫他去說的 不是聽他說的 然後我們有三百個連署站 都給你做類黨部 我跟你講 郭跟柯最後合的方式就是 柯選總統 然後郭以後再說 郭後面 他可以去阻隔 郭後面可以掌握所有財經部位 郭可以去當APEC代表 郭可以代表中華民國 到全世界去找 然後郭可以整合所有的企業界 這一些都是郭做得到 而且是郭想要的 那個民調就是 郭陣營在對柯文哲釋出善意 因為那個民調裡面 柯文哲只好讓正的 就可以贏賴心得 對 反而郭台銘 他是正恩負根不重要 而且是郭內參 那郭內參為什麼要放出一個 對自己那麼不利的民調 沒有一個是郭當頭 有什麼機會的 沒有啊 所以這個就是讓柯文哲開心一下 覺得說郭台銘是有機會退選 去支持柯文哲 郭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郭的那個連署的狀況 可能不好 你今天郭如果是給30萬分去 會滾開 然後50萬份最後被剔除完之後 剩下30萬份也滾開 所以整個郭為了成全大局 然後就說我支持柯文哲 侯友宜一起來 我都可以退了 侯友宜你為什麼不退 然後柯文哲選總統 我全力支持柯文哲 我郭台銘什麼都不要沒關係 就是要加加民進黨捍衛中華民國 侯友宜你在幹什麼 那群藍白支持者說 對喔 侯友宜你亂來 這叫做將軍 不好意思啦 川普不能同意你 你們都太看衰郭台銘 我跟你講郭台銘的連署 表面上連署站沒有什麼人 地方派系好像不敢動 可是我有很多朋友的晚輩 在公司裡面都收到他的連署書 對很多公司裡面 他就是透過科技公司 而且他們拿到 他說上司拿來圈一圈 就無所謂嘛 大家不會當 反正我到時候也不會去投他 所以事實上 據他們的說法 大概現在掙扎在50萬 上不去這樣 在國本裡面的人這樣講 這個事實我不知道 不可考 但是我覺得郭台銘 其實他這陣子 總算引起大家注意 就是他那個歌 那個歌做得不太好 所以下架了 我也幫他改一下 我姓郭血漢企業的傳說 我姓郭員工跳樓我最多 我姓郭美國設廠翻英勾 我姓郭還建銀行兩兆多 我姓郭雖然有錢卻很摳 我姓郭抱我大腿不囉嗦 是不是比較團閃 哎呀真是 各位 第二句你們是不是不能剝離 所以 別人這樣錄過年節目 沒有啊 這我們配合他 因為他只剩這一部了你知道嗎 所以郭台銘他不斷的犯錯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找來找他 就只能找到一個黃世修 我的朋友不是說對黃世修不純敬 他說哪個公開小 我四萬樓給他 我覺得太多了 因為你很簡單 柯文哲提出民調的時候 這個是郭台銘的好機會 郭台銘說我支持對不對 我們兩個都支持 把我一起算 規律啊對不對 結果你不吭氣在那邊傻傻的 然後說要辯論的時候 你也可以出來我支持 三個一起變 他又結束了 好像都沒有他的事 就每天在夜市走來走去 然後甚至像現在也可以 你說好對不對 你們現在要辦什麼民主初選對不對 經費有困難 然後這個場地有困難 我三百個連署站給你做投票手 因為不可能去國民黨不投 這樣一定不公平對不對 然後你們有錢我來出發 監票人員我公主陣座在那邊 現成的 然後把我列進去 三個 合理啊 不過苦民老師 這個算是我們都是政辦有在幫 郭台銘想 旁邊的應該只有想 就是賺到錢就好 對 沒錯 沒關係 不好意思說 我自己在中間的那裡 也有很多連署站 我們朋友看到 朋友看到郭台銘那個影片 他們有真的在幫郭台銘想事嗎 我只想知道我姓郭花了多少錢 他們看那個影片的反應是說 郭台銘的錢他很好錢 對 很好錢 怎麼能拿到那裡可以拿錢 但是我覺得 人家心胸多廣闊 郭董看完這個片子 還讓他上架 但是柯文哲現在想什麼 柯文哲有可能還是不選總統 這是唯一最後的可能 不是郭柯佩 柯就不選了 讓郭去選總統 然後柯文哲照樣當他民眾黨的主席 你這樣講真的嗎 我講真的 郭柯的力量合起來 部分區的票會極大化 然後最重要 因為侯如果當了總統 選總統 柯文哲就沒份了 他的部分區票就沒有了 但是郭台銘因為是無黨籍 不會影響他民眾黨的部分區票 所以我不分區票可以極大化 我郭台銘 我就讓你做 讓你選 反正 沒有 坤林哥 這還有一個前提 然後郭董還要答應柯文哲 承諾一件事情 你的部分區我不會跟你分 那當然不能分 重點就是說反正也選不上 我去選不上 跟你郭台銘去選不上 有什麼差 但是如果你答應我 我所有的競選經費 答應我未來四年的黨務經費 你這裡都拿大量資源給我 我就讓你選 我去輸跟讓你去輸有什麼關係 我今天去跑 我今天去賽跑就本來會輸的 所以幫我去跑 輸一輸有什麼關係 對啦 這個我要在這邊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自己在地 我相信民選那些應該也有 都有很多 連署點 他們在討論的不是想說 他們這個店民的候選 要怎麼才會贏 像我們這個節目 在拿的郭董太半年有 每部就跟他講 結果他沒有一部聽聽我們的 我只聽到他在討論說 你設那個拿多少錢 就是為什麼我聽說上一次的 上個月的是多少錢 現在怎麼還加倍了 那我還不如慢一點再設 當然是後面人要加錢 我上個月就幫你設的 結果下個月 大家都在想這件事 所以我要告訴郭董 時間也差不多了 也快要不用再替你想點子了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要慎重的告訴你 旁邊現在當然大部分的人都是 可能就缺那一份薪水 或是要從你身上拿個錢 而最想要從你身上把最大的錢 挖走的就是柯文哲 就絕對是柯文哲 不會有別人了 旁邊這些人不幫你想 只想要小錢 這個人只想要大錢的 然後他每一次想要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他的親友都會包過去講他的好話 以前跟綠的也是這樣 跟別人都是這樣的 他媽媽開始講你的好話 所以應該你要稍微的 不要說我們也是最後給你一點建議了 我們就沒得講了 這樣才會被他笑四個字 錢多人傻 對啊 真的 我們已經從半年前講到現在 一個現在稍微奇惑可居 因為國民黨的這個 真名中也有講說 郭董這邊我們可以來參選 感覺上好像只是拋一個話題 因為國民黨其實一直都在做 就是把他邊緣化 但我們來看一個 剛剛那個不是拋話題 他是新非裔了 新非裔了 藍英明就說算了藍白何不成 如果把郭台銘叫回來就好了 多少就對了 郭董如果說我不要當富的 這無解 死感 怕死感 但因為剛剛講到說 黃世修的薪水的問題 黃世修真的 你娘薪水要做事 你怎麼會不如館長呢 來 我們來看館長做什麼事情 館長他不是很愛開直播嗎 很愛罵東罵西嗎 人家都要在請教 他說侯友宜是我大哥 但是你們旁邊這些 那些國民黨的死於爛蝦 臭螃蟹 死於爛蝦 臭螃蟹 對 死於爛蝦 臭螃蟹 然後整齊包包的 回去吃自己好了 這時候的國民黨 就像一根蠟燭 已經燒到都沒有了 還想要續命 整個黨的身段就要柔軟 不然比民調你不比 你用這些網路的年輕世代 你又不用比 那你到底是哪來的底氣 你就國民黨再輸 因為已經12年 都沒有拿到政權了 館長還特別線上 做了一個民調 這邊 小刀哥請看現實 柯文哲支持度多少 投了8000多票 93% 柯友宜7% 這是館長 他拼著 他應該在害柯文哲吧 民調不可 幸福就是從這樣來的 你們這些國民黨的 死於爛蝦 臭螃蟹 那館長 這是最新的 美玉島電視鏢的滾動是 柯文哲已經只有20.8 然後柯友宜還上升是22.4 館長的世界跟我們看到都不一樣 館長那麼認真 幫柯文哲講話 民眾黨不分區 一定要有陳之翰 到時候不分區 一個黃國昌 一個陳之翰 重現716的黃金陣容 整個民眾黨的氣勢 就會完全起來 所以你看我剛剛去查 官刀有另外一種說法 叫做官聖帝君劃煞金刀 所以就是金刀落地 金小刀已經落地了 金小刀 對 金刀落地 所以換句話說 國民黨目前看起來氣勢好像很盛的原因 是因為韓國瑜就是力請侯侯儀幫他站台 所以他氣勢是很強 可是國民黨最根本的問題是沒有解決 就是他在年輕跟網路族群上面是完全弱勢的 而這一點說再加上 請金小刀的人其實並不是國民黨的全部 前面不是講李永平 那也是這樣嗎 對 所以因為不是所有人都請金小刀 所以說就算金小刀出了這一招 讓柯文哲有點難解釋 但是柯文哲透過一些館長 一些所謂網路上面的一些挺他的一些粉絲跟意見領袖 已經慢慢的把整個聲勢就像端豪哥講的搬回來 所以說金小刀這一招一出 雖然說柯文哲有點嚇到 可是在後續燒印上面的話 大家慢慢開始覺得 其實民眾黨提出民調這個方式 還滿合理的 一萬五千份 然後又是個選手機又四話又手機的 這個價錢很多 然後又對比又互比搞得 好像很複雜 就是要複雜 但是因為這個民調是我們常理上比較認知合理的 你說什麼民主初選那個有點複雜 又是要親身到那個地方 但是複雜當中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他一直有記得郭台銘 結果民調說要列入郭台銘 很感心 所以表面上就是藍白河 事實上是一封給郭台銘的情書 還可以說我沒有忘記你 我跟藍白河的過程當中 我還是你安東款取你知道 民調不管是這個對比或是互比 裡面都已經有郭台銘這個三個 我雖然沒有提到你 我媽我妹一直在講你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局 雖然金小召在談判的技術上面站得上衷 可是柯文哲在大戰略上面 靠網路以及靠給郭台銘 這樣的一個友好的一個訊息 後事還是有他看長的地方 民賢哥你們會不會擔心 郭董最後挹注到柯文哲那邊 變成你們的聲勢整個 就是本來是邊緣化郭董 但是當郭董跟柯文哲結合之後 那個聲勢應該會邊緣化 邊緣化郭敏棠 對啊 我先說剛才郎東說 關島很低也是關島向下是對的 向下要向內 如果你是拿起來向上的話 那就是準備要砍人了 因為在拜拜就知道 這其實台灣的詩術了解一下 所以向下 這個我補充一下 這個民賢說的對 關公有文關公 文關公是看春秋的 無關公提刀 刀是往下沒有 往下是往下 對 沒有這樣提起來 往上不是砍頭 因為不是要砍人了 往下是要收打 所以往下 向內是對的 代表刀子不是要 開刀就要見刃 見血不是這樣子 可是刀子掉下來怎麼辦 這是好事 刀子掉下來好事喔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我不是說我不會去解讀 我認為應該 這樣才是比較好的一個 我覺得這樣 你看美麗島電子報 也有最新的民調 柯跟猴 其實民調差不多 就這樣咬來咬去 上上下下的 當然還是要演講 節目不太談賴清德 可是賴清德還是領先 這是事實 所以對我們來講 賴清德還是 目前至少還是倒在算 所以議長在騎腳 手在騎腳 所以柯跟猴現在是差不多 所以現在郭董倒到哪一邊去 你跟天平翹翹板一樣 只要郭董倒到哪一邊 哪一邊翹翹板就比較重 這是事實 所以只要郭董壓到哪一邊 壓到郭或壓到柯這一邊 哪一邊就比較贏 就是這很簡單 郭跟柯有可能一個二一個三 只要老師壓到哪一邊 二加四或三加四 你剛剛一直忽略的侯友宜 你說郭跟柯 郭跟柯 你侯友宜沒去 還有郭跟猴 都有可能 所以現在兩邊勝出取決 當然郭董就有分量 可是柯有在對郭釋出善意 你們侯都沒有對柯 對郭釋出善意 因為郭台銘過去 因為他很興奮關公 所以今天關公刀子掉下來 也是一個徵兆 也是一個訊號 補一句話 聽說郭董前一陣子 跟柯文有見面 對 10月8號 在韓國瑜是10月9號 跟柯文哲見面之前 關公怎麼去指示我認為 郭台銘就會指示 那個關公是不是郭台銘的 刀子都掉下去了 刀子掉下去是相內的 刀雙往下沒有問題 那個刀不能掉下去 掉下去就沒戰力了 對啊 你也要撐下去 所以是不是關公 關公也不聽郭友宜 到時候整合的時候 柯文哲 侯友宜跟郭台銘 一起把那個刀子拿起來 我覺得怎麼變成桃園山協議 因為這個柯文哲 他又恢復他本來的樣貌 然後他常常不是雨不驚人 死不休 還有就是常常 一聲講黑 一聲講黑 我們先看這個部分 他在2013年的12月25號 講說黨產不倒 國民黨不會倒 他要的是 因為他最討厭的是蚊子蟑螂 國民黨 要國民黨倒 然後後來他又改口了 他說國民黨黨產應該要依法處理 現在最近他一個說法是說 他要廢除黨產處理委會的政見 他就是要吸你們 國民黨這一邊的選票 所以我國民黨是友好的 黨產會不公不義 以前說黨產這個要處理 現在又說可以不用處理了 逸川哥我再補充請教一個部分 還有一個算是踩到民進黨的雷 他好像真的對花媽城區特別有意見 所以他在15號去台北 募詐中順廟口 在廟口開獎的時候 他就在學花媽的語氣 他說 趕快國民黨又再回來囉 我們比前來台灣 然後就邊講邊笑邊嘆氣 在那邊模仿 他就講說他小時候也到 民進黨的招式活動去聽講 但終究希望台灣成為一個 理性務實科學的社會 他這個上下文到底是什麼意思 柯文哲永遠不會讓人失望 這才是真正的柯文哲 就是見鬼說鬼話 見人說人話 每天都要練習話 柯文哲說他聽過民進 一世人聽民進黨的演講 民進黨1986年創黨的時候 柯文哲30歲 柯文哲30歲 你是聽什麼演講 誰在亂講 然後你在那個廟口 你沒事去講那個陳菊 講花媽做什麼 你說要做什麼 你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民進黨當年從黨外 東話不動到成立民進黨 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過程中有多少人的悲心家庭 多少人去抓去坐黑了 陳菊就是其中一個 陳菊以前做郭宇新議員的助力 他當然也要先做助力而已 然後他就敢要去面對那一種維權 所以這個陳菊起來 你怎麼會拿陳菊出來講 你拿花媽出來講 你實在是 民進黨當時支持你 你不只沒有歷史的概念 你沒有這種民主的價值 你完全就沒有人性 這是完全沒人性你知道嗎 你可以否認民進黨過去的努力 但是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去針對某一個人講到這麼 沒有人性的話 然後還在笑人家 這對民進黨來說是很嚴重的大事 這有什麼奇怪 就像他講好語一樣 浪給你選你也贏不了 明明是在談兩邊要不要合作 就跟你交叉一下 不是 我就覺得說 因為柯文哲講花媽不是講第一次 你到底是對花媽有什麼意見 然後特別就點名花媽 我真的很不懂 從你的這一個參政的過程當中 花媽哪裡惹到你 很簡單 因為花媽帶過的子民 一定會出來講話 柯文哲就你們來打我 這個時候你來打我 我身量就高了 你知道什麼 討厭民進黨的那一群票 就會往他身上舉手 不是 他現在又說什麼 因為他想不到蔣經國當時的十大建設以外 台灣還有什麼建設 十大建設以外台灣還有什麼建設 不然你現在每天坐高鐵 你是在坐廢堂 真的 然後十大建設也只有做國道一號 現在國三國五 國二國四國六國八 你都不要坐過 多少的建設 李定輝六連國建 阿扁叫做愛台十二站建設 馬英九愛台十二站建設 阿扁叫做新十大建設 小英叫做前瞻基礎建設 這些建設都留在台灣 都在這個土地上面 你都用過 你現在用這種邏輯就是說 你做得最好 沒有現在問你 台北七十八年什麼好 北門 你說什麼 你八年都做 不是 你做一個市長 你如果八年人說的話就說這條而已 有啦 都七點就八起來 去開會啦 阿扇你忘了那個 常佐說的 跟柯文哲認真你就輸了 對啊 他今天就是一個小的 我跟你說小人 我就這麼講 你去跟阿國 他講 黨產會 促轉會都要取消 促轉會早就取消了好不好 早就停止了好不好 你連這個都不知道 你還好意思講 然後每次罵人就是罵人家 去死一死 你家的狗回去養 對不對 這樣你選也選不上 我跟你講 我跟你解答答案 柯文哲為什麼這樣做 姚立民老師說的最好 柯文哲是這個世界上 我見過人品最卑劣的人 我就是這樣講 他就是一個人品卑劣的人 所以他會講這些話 做這些事 不要受傷 但是有一件事情 他也有躺一塊 因為在節目專訪的時候 題庫非常的多 那我先請教常作委員 我們不是在講潛艦國造 我們不是都在聊馬文 柯文哲也有他的戲份 當他上友台節目 主持人就問 如果是你動選 你對海昆浩 對潛艦國造這個事情 你會不會查到底 柯文哲講說 我都不用查 我就把所有的會議記錄 上網公開 這樣就好了 敵人的敵人 會幫我收拾他們 對啊 哪裡需要我動手 我只要上網公開就好了 他這個sense是什麼sense 我們不是有說那個機密會議 是不能夠公開的嗎 沒錯 沒錯 這個我要先用這個 剛才講的這種 比較認真的方法 來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總統本來就負責 國防跟外交 那這個兩個區塊 也是機密資料最多的 所以這絕對 我們就已經在講說 怎麼可以馬文君 跑進去抄抄斜斜 打電話出去 這些泄密的事 結果柯文哲他作為一個 應該就是要負責 外交國防的人 他居然說他就把所有的資料 都公開就好了 把所有的資料都公開 敵人的敵人就會來處理這些事情了 到底誰最希望這些資料被公開 我們誰幫台灣籌獲武器 我們的國防自主誰在負責 我們的每一個關鍵的這些 機密的這些資料 以及在國際上面幫台灣 幫助台灣發聲 誰在 向你替我們遭總 誰在幫我們運作 每一個國家裡面 聽我們的聲音 這個都有很多的機密 以及需要時間去運作 需要時間去把所有的力量集結起來 只有中國想要在任何這些 應該要機密的資料 都可以被掀開 柯文哲你掀開以後到底是 什麼為了查必案還是要為了幹嘛 或是你其實就是一個最基本 你作為一個總統 外交國防的ABC你都不會 其實我要再講一遍 國防在國會裡面 不是不能去監督這些資料 這些是有機密資料 沒有錯 但是在機密會議裡面出來 不是說我全部都公開放到網路上 你的黨 民眾黨要監督 你就去機密會議看 就好了 你這些東西全部打開 並不是說就可以增加監督 沒有 國會本來就可以監督 你這些打開只有爽掉中國 那這個是認真講 我剛才說這是 那我補充一句 他之前不是有透露過說 中國希望他選總統嗎 對 所以你現在是要 去裡面把這些資料翻出來 給你看 給中國看 剛剛是認真講 我現在要奉勸 不管是趙少康 還是國民黨的這些支持者 不要說看到他說 他進去以後 就把所有的這些會議資料 都公開了以後 敵人就會幫我們處理 幫我們收拾他們 這個好像海坤號的弊案 就會被查出來 我告訴你 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 就是這樣 為什麼 沒有更多了 不是 因為請國民黨 聽到柯文哲的一句爽的話 不要太快爽 因為我們這種以前都聽很多 慢慢的就發現 這些東西背後都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的朋友們 你們想要查的是海坤號的弊案 弊案的重點在於 有人賺不法的利益 拿回扣金流 或是像高宏安這樣子 跟建商有不當的往來 有照片 有影片 會議紀錄不是重點 你覺得這些會議紀錄裡面 會紀錄金流嗎 會紀錄誰拿回扣嗎 這些會議紀錄 在這個潛建國造的 這個建造過程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標案 有一個人說 這個建造公司 他的能力有夠差了 但是我有拿金流 所以我還是要把案子給他 會寫在會議紀錄上面嗎 所以國民黨的朋友們 你想一下 會議紀錄 馬文君就可以看了 跟有沒有公開沒有關係 你真的要看到有沒有弊案 叫馬文君 他也好像常常都在抄 常常打電話給你們 不一定是給你們 打給誰我不知道 國防外交委員會 沒有民眾黨的嗎 有 邱成元 他們不是也在裡面開會嗎 但是你有弊案 絕對不是靠什麼會議紀錄公開 會議紀錄的公開 馬文君早就看到了 邱成元早就看到 有沒有海昆澳的弊案 你現在計畫就好了 你不要因為一句說 我只要把會議紀錄公開 馬上敵人就會幫我們處理 懶得馬上就覺得 聽君一席話 如聽一席話 整個聽起來 沒有 那就是一席話而已 遇到這個瘋子 他講的話不要信 不要他講一句好像很酷的話 背後其實完全全空的 可是你們也爽起來 在座很多人都受害過 從2014年到後面 聽他講這個 每一句空洞的柯宇錄以後 都覺得讚 結果後來發現 這個大家要醒醒 可是我們就是要 吐槽一下常佐 你講沒有用 沒有 沒有接顧過柯文哲的人 不會痛 就要聽君一席話 就如獨萬見書 你現在是在奉勸國民黨 就是國民黨必須要 因為民進黨已經 紮紮紮紮紮的知道 肉有多痛對不對 會議紀錄全部公開 潛艦2號到8號就沒有了 已經會很高興 我都跟你講 你把會議紀錄 因為會議紀錄不是不能公開 是公開以後 會有很多具體的人 事實低估就出來了 國際上就有這個東西 有東西就是 你可以知道 但是不要公開講 可是柯文哲講這些 會議紀錄公開 下面的年輕人 國民黨裡面討厭 討厭民進黨的聽得好爽 你知道在這個藍白盒的 相親過程當中 我說講都沒有用 因為他們覺得像我們這不支持 不支持侯友宜的 然後這個都在見縫插針 都在幸災的或不是 是因為告訴你 你們會遇到什麼事情 你也不會相信 你必須 國民黨必須這次必須要真正的痛過一次 這個痛 這個痛會對國民黨還會 說不定重生 我不知道 反正那個會很痛 你會忽然間發現 你有一塊很重要的東西就丟掉了 會真的丟掉 那個不好意思 我示範一下柯文哲 就是說你不要跟 真的不要跟他 真的不要理他 不要跟他講話 這是他的一場記者會 記者問說 主席你剛剛有提到延長義務教育 你有估算過要花多少錢嗎 他說是這樣 面對問題 就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所以我們要處理一個政策 要先確認問題 所以我要討論 找教育部員來討論 對 就這樣 然後第二個問題 關於108克剛有去中國化的疑慮 你未來會怎麼處理 這個就是讓大家來討論 不要以為政治人物在領導潮流 其實是我們被潮流推著走 既然有爭議我們就來討論 第三個問題 推動這些 第三個問題 推動這些政策所需的預算 請問裁員要怎樣取責 他說不就是你繳的睡筋 不然你以為會從天上掉下來 你看這種揪蝦瀾 對不對 你有什麼好跟他講的 有什麼好跟他生氣的 不要拆命 可是就是有人會跟著他走 好 你們就跟著走 你們就去走吧 我跟你說 如果真的國家讓這種藍金島 這國家我也不要待了 救人 先發救命 來 朗東我們來看一個部分 這個其實我感覺馬文君事件 我們已經國家受到傷害了 這篇報導是路透社 他說他取得了一份南韓警方的文件 然後在去年的2月17號 南韓警方跟法官提交了一份 要求要逮捕SI 就是來幫我們做潛艦的執行董事 叫做浦先生 Mr. Park 然後他的陳述書當中就講到 他提供 對台灣提供了潛艦製造設備的交易 他們為什麼要做 就是說因為這個時序上 馬文君是在 去年2022的1月11號丟出去的 他是2月的時候開始發酵 時間上有一個銜接 然後南韓這邊 他們就覺得說 如果再有這種類似 像是部署SAD的危機的話 那中國就會對我們經濟做報復 他們擔心這個 所以就起訴了 就是把這個浦先生Mr. Park 抓走了 後面分別還有兩家公司 也是跟我們這個潛艦國造相關的 也有一些相關的官司 那問題在哪裡 馬文君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對不對 然後再來看 今天在立法院的詢答當中 國防部長是這樣講 他說潛艦風波南韓 恐怕不會再幫台灣做後續劍了嗎 他說不知道 但是我們會很擔心 再來問外交部長吳釗燮 吳釗燮他就有講到說 這個其實對我們的傷害就是 一 國家信用的問題 那以後誰敢來幫我們忙 二 這是國家安全的問題 因為沒有人來幫我們忙之後 我們是不是後來 我們的潛艦國造會不會做不下去 所以他說他在這邊也明確講一件事 就是說當馬文君講 外交部幫我轉了這些資料 幫我轉那個文件或是錄音檔 說明確聲明 吳釗燮說沒有絕對沒有 那我們回頭講 馬文君造成的傷害怎麼來看 對 路透社這個大篇幅報導 其實驗證了馬文君是一直在說謊 路透社是全世界三大通訊社之一 就是美聯 路透 還有法新社 而且路透社它是英國的 所以它英國方面 尤其是軍方一些消息情報 它也都有 它這個時間點要看出這一篇 就證實一件事 就是SI公司 不是馬文君所講的什麼詐騙集團 因為詐騙集團表示它什麼都不會 只是在騙錢的 SI公司真的是有潛艦的技術 也真的在幫台灣 可是就是被馬文君出賣了之後 路透社就取得南韓警方的起訴 它去檢證它的起訴書跟說法 證實說在時間上面 有先後順序的英國關係 就為什麼南韓警方必要起 而且最重要的是 路透社很明確去講 南韓之所以要去起訴這幾個 韓國工程師 是因為怕中國的一些經濟報復 換句話說 韓國它本來是幫台灣 它也是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希望潛艦能夠蓋出來 可是因為馬文君出現了之後 把這事情浮上檯面 韓國如果讓這事情完全公開的話 那對於韓國來講 他怕中國經濟制裁 所以他必須要在司法上面 去懲罰一些有幫台灣的韓國工程師 但是我們不會去怪韓國這件事情 畢竟國際關係本來 他們對他們困難的地方 但是就已經證實了 馬文君確實說謊 然後後來我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很怕大家不了解柯文哲 柯文哲對潛艦是反對的態度 2019年韓國瑜反對潛艦國造 柯文哲是附和他的 他那時候去講說台灣其實做無人機跟做網軍比較適合 柯文哲2019年就這樣講新聞報導 全部都有 然後在上個月的時候 就是27號下水前一天 柯文哲就講說第一艘做了就做了希望能成功 就是他海坤號他也不要去唱衰啦 可是後續怎麼樣再討論 然後後續怎麼樣再去問黃珊珊 然後再看看 也就是柯文哲想兩邊的票都拿 要潛艦的票他也拿 不要潛艦的票他也拿 但他心中真正的想法 就是他受專訪的時候講的 把所有機密都公開 所以說柯文哲是居心很險惡的點 就是在這裡 他一直給你一種 好像他沒有明確的跟馬文君一樣 然後去反潛艦 但事實上他透過很多言語的暗示跟行動 就是希望這個潛艦能夠破局 我要補充一下剛剛朗東講的這個 其實柯文哲現在 現在應該說現在誰砍黃曙光最用力 其實就是徐曉星 柯文哲說跟他價值裡面相近的徐曉星 誰說不能欺負他的哥哥 誰說不能質疑他哥哥對國家的忠誠 就是柯文哲支持的黃珊珊 黃珊珊說不能質疑黃曙光 對他對國家的忠誠 所以柯文哲包牌很厲害 他一方面砍黃曙光最厲害的 也是他支持的 然後要捍衛黃曙光也是他支持的 就像剛剛朗東講的 其實他反正兩種票都要騙 好 來川哥我請教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在聊說 馬文君辦公室 不是之前有一個執行長嗎 執行長在外面有一個辦公室 他在弄一個東西我們聊過很多 可是今天有進入一個細節 就是他幫那個俊維通訊設備 去這邊就是要給他表案等等的 我們看這是在 這是其實去年報導 當時沒有引起大家特別關注 我們再關注他一次 一個是中科院離職員工 他就向鏡週刊來爆料 他說某藍尾 現在我們都知道什麼人 就是馬文君辦公室的執行長 然後向中科院施壓 在空軍奉展專案當中 奉展專案就是我們F16B 我們的F16AB的升格 地空通訊升級跳平案 然後他就逼著說 你那個規格要改一下 不然我們這個軍委怎麼能夠標到案子 後來的確為了他 因為一直來扁一直來扁 所以就修改了規格 降低標準 讓他以35億獨家得標 問題在這邊 他說空軍的地對空 VCS通訊整合系統的升級 要求必須要在60秒之內開機 可是俊維提供的系統 開機就要180秒 請教一下 我們不是因為供機繞台 我們的很多的飛機 必須要直接去升空 戰機要升空 那個時間是分分秒秒 甚至有一個他們待命的時間說 一分鐘之內就要升空 那我一分鐘之內升空之後 不好意思光是開機 就需要三分鐘 那玩個什麼 馬文君很奇怪 你潛艦海軍的你也不會有 這支是空軍的 我們現在想說軍機繞台 我們現在有很多軍風的空軍 都會刷去冰凍 會刷去台東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多都對我們南兵來 所以要升空不太快 朝天部隊又 冰凍部署很多軍機 之下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比較快 結果你現在採購這個東西 你60秒變成180秒 然後又為了這一家公司去改規格 這是空軍的 潛艦海軍的 不好意思還有另外一個按陸軍 還有陸軍 還有陸軍 還有再猜一句話 聽說驗收的時候又有狀況 對啊 而且他光是交機 說延遲了五百多天 就是說你也反正你做你的執行長 還是你跟國會助理 還是離職的 這些人怎麼有法度是立法醫外面 創一個辦公室 叫軍方的人來講這些採購的東西 又跟派 派一派 現在出事了 你跟我說那不是我的助理 問題人要錢都拿你的 那些人在外面 人看著他就說這是馬雲軍的助理 過年難度你也沒有說那不是我的助理 你就這樣 連這個採購的你也要管 所以不管人現在懷疑你那錢賤的 你也要管 你也要插 你剛才說荷蘭的多好多好 所以不知道一陣在朝野協商 我不知道常做那天有 朝野協商的時候 老科就說不然你將哪一家 有沒有就是說 就說要給台船做 或是說要自己蓋一個廠房 蓋之後就說為什麼要幫他做 為什麼要幫他做 到時候老科想起了 說你到底是為了什麼事 你一定要堅持這些東西 馬雲軍你現在捅了這個簍子 我把他形容這是一個捅了一個簍子 說你現在一直講說在揭幣 好啦我姑且相信你在揭幣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你揭幣之後 到現在為止 這其他的國家聽到台灣 要怎麼樣 像路透社說韓國現在丟掉三間公司 韓國公司人剛剛又加來 馬雲軍我現在要問你 你當時有沒有想到這樣 還是你的目的就是這樣 還是你的目的就是叫這些人 不要來幫我們 還是你現在後悔了 我再給你一次 跟社會道歉的機會 說我當時真的為了揭秘 現在我也不知道 不像這樣害到台灣 我真的會失禮 我沒辦法繼續做任何委員 我真的堅不期待 馬雲軍現在在躲媒體 昨天有來嗎 沒有 他不可能 然後寫臉書還封鎖留言 他現在在味道 他根本就沒有要面對 我要補充一個 因為其實上禮拜 在這季節的時候 有一個重點 大家比較沒去關心到 我就是問我們邱部長 我就問他說其實因為 其實有幾個被打臉的 已經很清楚 包括說康宏部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房次長也沒跟他說 這個不是機密 雖然馬雲軍自己說 明明是你跟我講的 不是機密 他也說沒有 連旁邊有一群參與的人 也說沒有 問題是你問完之後 還有包括其他的委員 有問一些相關的 他有歡迎嗎 他不敢再出來說 他不去了 我還要說 好 那就當作你都不知道 我本來也覺得說 難道說這些資料 本來就有在任何公開的地方出現 所以說你以為這個不是機密嗎 因為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基本上大家有一個常識 沒有出現在口頭報告 書面資料 還是公開這個質詢的內容的 這些資料的 剩下來就是不能講的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常識 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我自己偷偷發現什麼東西 沒有說這個是我自己發現的 我要拿出去 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我那一天 我還特別問邱部長說 這個韓國的這一家公司 在馬文君泄漏給韓國 韓國媒體爆出來之前 我們這2022年到2018 這一段期間45年 我們歷次的口頭報告 書面報告 公開資訊 有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你拿給委員看的 包括媒體的 那個上面有提到一次這一家公司 邱部長說沒有 從來沒有 所以我要說的是很簡單 你根本不用問 你還要問國防部 還要說你不知道 沒有 這是一個基本上 在這個委員會的常識 任何公開資料以外的東西 你就是不用問 你如果還要問 表示你有 你求是想講 我說一下 你是不是就很想講 要不然這個有什麼好混的 這是常識而已 來 東華哥 其實馬文君很簡單 沒有那麼複雜 他當然知道 他只是在跟你裝瘋賣傻 裝瘋賣傻還有一件事情 因為郭喜他雖然沒有上節目 可是他還要是要掌握 馬文君講的一些五四三 我讓你來補充 這邊是馬文君在臉書上面 他寫的 法院認證 因為他那天臉書上寫說 有關於新新聞寫那篇 你不是說什麼GL公司怎麼樣 我也是從新新聞 獲得的資料 而且你跟他的訴訟當中 馬文君就講說 你敗訴 法院認證 結果郭喜看來看 真的放不下去 他是不是丟出了一些訊息 當然 因為我自己在新新聞 我先講 新新聞那篇是2018年寫的 有一個關鍵時間 你要記清楚 2019年機密會議 為了要動支 動支預算 潛艦預算 因為潛艦那些 軟硬體設備的輸出許可已經到了 讓像場所裡面的國防委員會委員 你們一定都看過那個輸出許可 看完之後才能再撥款給台船 就是真的建造 台南前期是蓋那個廠 大概花了快100億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設備 那這個跟馬文君跟新新聞是什麼關係 2019年的時候 馬文君就站在GL公司的資料前面 他還問後面的軍官 2019年你知道問軍官那些事情 包括技術顧問是誰 他專長是什麼 什麼國籍 直接你都會問 然後今年10月6號 你還在講GL公司是煙草 賣煙草的 倒閉的 然後你又說 你又拿我們新新聞出來當你的擋箭牌 說我根據的資料是2018年的新新聞 2018年的新新聞 寫那個GL公司寫錯了 你就繼續錯 可是你2019年你在會議裡面 我自己是不願意 但是因為我們自己經手過很多啟示 關鍵是看這裡 因為這是新新聞 要停刊前了 2021年的2月4號到2月10號這一期 1770起 這個啟示其實是在寫給國習 因為國習高興新聞 裡面有講到說 國習因為這樣可能可以獲得上億佣金 好 為什麼會登這個 就是官司進到去大概沒把握 所以這是一個道歉啟示吧 但是我們以前在做的時候 我們都會爭取不要用道歉兩個字 所以最後叫做什麼 就是在未取得國習先生的回應 以為平衡報導下 既已看出 如有造成國習先生及家屬之困擾 特此致意 你看到這個東西一定是國習也同意 就我登這個 我登啟示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雙方要和解 啟示的內容如果國習不滿意 在法官那一關 就不會過了 不會過 但是我相信那時候我爭取 不要用致歉 用致意 好 你看到這個是在新新聞紙本停刊之前 2021年2月的事情 我以為說馬文君在裝瘋賣傻 一下扯2018年的新新聞 你跟黃正貴跟郭喜又不是不認識 你會不知道 最關鍵最關鍵還是2019年 2019年因為要動之真正開 要後續設備什麼都要到 你要付款 你不付款 不會有今天風殼下水 直平命名這個過程 你2019年 難道在機密委會裡面 問GL公司的那個人不叫馬文君嗎 那是模型嗎 還是有人化妝成你 那個東西是現場有影像有記錄的 你可以真的眼心說瞎話 對國民黨講這樣子真的好嗎 其實英雄已經有了 我們看這個是呂玉玲委員 他也是桃園的委員 然後他的這一區有陸軍總部 我好像在龍潭這一塊 看這邊掛了一個看板 這個是桃園議會民進黨團掛的 靠著軍券票當選立委 卻帶頭阻擋國防預算 了不起負責 就掛在他條鋼僵鋼魚 那我們可以理解到一個狀況 可能對馬文君在南投 可能沒影響 但是在其他地方 在那五五坡的選區 是不是就會有一些影響 來 庫林大哥 其實這個現在就是 國民黨本來大家都說 還好只有兩個傻撲撲的 那個月圓茲跟黃近平在那邊 附和馬文君死的不會太多 結果趙大康一個坎坎30幾個跳下去 馬文君加油 所以那現在就變成 就對賭你相信馬文君 還是你相信黃曙光 我們就這樣講就好了 黃曙光你看他怎麼說的 對不對 把餘生都奉獻給國家 馬文君怎麼說的 馬文君謊言錄 有簽保密協定 我們要打電話 LINE給國防部 LINE給外交部 混淆GL 做假的錄音帶 這都是事實 這都是事實 不然你去告我 一個說過這麼多謊的人 跟一個把餘生奉獻給國家的 黃曙光 你要相信哪一個 你現在說你要接潛 你要接黃曙光的幣 可以沒問題 再來水下測試 再來到海上去海面測試 海上去測試 黃曙光會去 台船會去 所有召見人也都會去 歡迎馬文君也去 30幾位戰鬥人的委員也去 看看沉下去會不會再上來 就知道有沒有弊案 所以這樣的一個人 你今天這樣子為了你的銀頭小利 危害到自己的國家 這件事情 我相信 這不是哪一個黨哪一個人的問題 這是全民共同的認知 尤其在台灣這樣危急的時候 想要設法保衛自己的時候 你做了這樣的事情 不管你原來他的目的 是為了你們廠商的利益 還是為了說你有更高的指示 但是都已經造成這個結果 你馬文君也許你還選得上 因為你那邊的人從來不問是非 都不管你普里正 你的鎮長 你這個鎮長出正門 我告訴你 我覺得這張很震撼 我就是要說這個 大家看一下 你想想看 那個南投的垃圾 而且又是普里 就是他的選區 他是從普里正長出身 到你當立委 這件事情 從來你沒有想辦法去解決 到現在還是普里人的困擾 你們還要投票給他 我沒話說 尊重你們 但是我相信除了各地 你說五五波的 不分區立委的票 更嚴重的是政黨票 因為現在造成一個印象 就說國民黨不可靠 國民黨好可怕 這個沒辦法說算在哪一個人身上 也許某位立委 他還是覺得我要支持國民黨的 但是政黨票會大幅的滑落 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危機 如果國民黨再不跟馬文君切割的話 一起拖下去 那侯友宜真的也不用選了 難怪柯文哲那麼開心 明星哥你是在車上還是跳車了 我這次不選 我覺得 不是啦 我是說你 比方說你是那三豆蘭的成員 然後或者是說你 那一天去的話是有參選立委的 我覺得今天變成好像是 就變成今天是一個大審判一樣 好像說國民法官 然後過夜變成一個中審法官一樣 我覺得是這樣 這件事情高檢署已經立案了 去查到底有沒有洩密 就最主要說 真結點是馬文君去年年初交給 那我請你觀察一下說 到底對於我們說那五五波的選區有沒有傷害 第一個我覺得還是說判斷說 到底有沒有直接關係 剛才大家說引述路透社說的報導 他2月17號去南韓抓人 2月17號真的跟馬文君有沒有那個 大家說對交關係有沒有連接關係 是因為馬文君給了南韓的錄音檔 導致他們抓人 導致他們起訴 這中間到底有沒有直接的連接關係 高檢署也在查 沒有那個你不要一直在推 沒有我們只問一點就是說 請馬文君解釋一句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拿給韓國就好了 我就問這個你為了什麼 沒有他自己會去跟高檢署解釋 到底這一塊有沒有洩密 學生上網學習所設立的制度 兩千點能換 譬如說像董好的公 他就是要做生意有沒有泄密 一個泄密有沒有做生意 這個到底是名頭小利 這個到底有沒有對國家利益 有沒有危害 這個去認定不是你們認定 你們心中都各有一把尺 那對我來講 我也不相信誰講的對或錯 我相信我們中華民國的高檢署的法官 對 現在全民的 司法上也不是說苦林老師 你的筆 當然你的嘴巴優於法官 現在全民的 現在你不要一直推法官 因為選舉之前不會有結果 現在全民要問的是說 馬文君為什麼你要拿東西給韓國人 就這麼簡單 這件事情你必須要到全民交代 你不要說等法院處理 法院處理的時候選舉已經完了 明顯我只是想問一件事情 國民黨其他立法委員 如果馬文君是對的 沒有問題的 國民黨的立委下一次國防委員會 是不是都可以比照辦理 第一個我認為說在委員會裡面 常說委員會是國防外交的 我認為裡面如果真的有像說 邵維洋的將軍講的 裡面真的有看到打電話 PHS 不是怎麼一個人看到 我認為這不應該 因為委員會有他的委員會 相關的規定 立法院老講 我跑委員會時間也不會比你短 我覺得第一個 明顯在立法院的時間超過 第一個打電話 這不應該 有沒有立法院有相關的規定 包括國防外交有相關委員的規定 如果認為這不妥 立法院有相關的內規 對 我先說一下 對 包括譬如說要送紀錄委員會 這都可以去討論 這是立法院的內規 第二個上綱到說有沒有涉及到泄密 我認為這是司法層次該去釐清的 這我也沒辦法幫馬文君去講 然後你要涉及到政治攻防的話 你覺得說這件事情 還是回歸到法律去做認定 當然民黨一定會猛攻這一點 你覺得這一點會不會變成 選戰的主軸 我覺得這個是當然最後 雙方的陣營各自去做政治判斷 我想明顯應該也知道 其實之前立法院的內規 只有說不能抄路 不能拍照 不能幹嘛的 其實沒有說你因為做這些事就不能開會 大家不想講得那麼明 對 大家就是希望說大家可以互相尊敬 結果他本來就是拿翹說 你看你也沒有轟我出去 所以以前的每一條都有說不能幹嘛 不能洩密的 但是沒有說你這樣就不能開會 所以大家都是用口放的 那個時候現場那些軍官 也是去跟他口放說 這個真的是不太好 請他怎麼樣 但他就不要插力 所以他不簽還是不簽 所以上個禮拜才會多提了一個提案 臨時提案說 你如果沒有做這些的話 就是不能開會 變成以後還可以依照這個來請你出去 我是覺得說我們立法委員做到這樣 真的很疲愛 因為本來說不行就不行 大家不會硬要去要洩密要幹嘛 現在多出了一個人 然後這個人還說就照以前的規定 以前的規定又沒有說 你因為做這些事就不能開會 我知道連把不能開會也要寫進去 本來就不能洩密 結果現在不能 因為洩密所以不能開會 我還要寫出來 這不是很陷 但是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東西 全民自有一把子 來 我們來講一個部分 我覺得宜川哥今天有一題 他很想要講 因為是涉及的事物 就是有關於侯友宜 他就講說 那個台中捷運藍線 他說為什麼綠營要卡 然後而且現在提出來的版本 是更加新成本 怎樣怎樣 就是說現在比較棒 可是問題是不是增加600多億嗎 他怎麼會說省成本 這個部分我看到你有提出一些疑問 但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情 對桃園人來講 心裡面硬硬硬硬硬 不說我感覺也會痛苦 是這樣 之前台積電不管是到台南 到高雄 設廠或擴廠 都是大事 可是不好意思 先看這邊 張善政在這個當選之前在炒檔 我是唯一能把科技大廠引進桃園的參選人 結果是什麼事情 這是今天的新聞 台積電今天正式宣告 不會考慮進駐龍潭園區 不去了 來 宜川哥 這個台中捷運藍線 我們去年什麼中二補選的時候 大家都討論比較多 我們秦敵說什麼特定人士 那天有的又問說對什麼人特定人士 你看既年的壓評都有什麼 全台中都知道特定人士以上 這就不用再解釋了 第二個現在的這一個審 所有審查過程 每一個官司 不管是什麼人執政的官司 送去高雄部 送去行政院都很複雜的 那個姓名都來來去去 拿來拿去 都幾年很正常的 可是從來沒有一個總統 跟總統候選人 跳出來說如果我做我馬上核定 這不是這樣 要核定的最多到行政院長而已 行政院長還有交通部長 這信的過程當中 我說那裡的委員都十幾個 事情沒這麼簡單 好以後你不能夠 做這樣的一個示範 你示範說 他要你當總統你就順著過 這樣他要很簡單 他要要選擇就不用信了 他要我如果當高雄局長 我只拿去給總統 總統說好過 你只要整個人 交通部要新早月都在爭小月 所以這一個 何友宜大家都叫停輸來走 這一條路線要緩來緩去 怎麼要跟什麼 沙路火車站 鄭英站 山井 那我沒想要討論 那討論很久了 帶掉資料帶出來 你如果確定還要討論就對了 你先去問袁寬荒要討論嗎 你如果還要繼續討論 袁寬荒說好我們就繼續討論 袁寬荒現在最怕說到正英戰三年而已 國民黨說要把袁寬荒托出來 倒三天 我說你們害袁寬荒 袁寬荒這次 紀錄為什麼叫林正義托到拼拼拼了 你現在把袁寬荒托出來 林正義又撤到我告訴你 這個是不是我們侯友宜 總統採取人對袁寬荒的輔選 不可能 之前林波微步有沒有 不想要跟他接觸 因為他要輔選 台東說了我現在說討論 張善政當時選桃園市長 他是一個科技人 他以前在這個國際的大公司 這位亞太區的什麼總裁 也是台大土木系的教授 台灣剛剛說他是搞科技的 所以他說我是能夠把科技大黨 帶來桃園 大家也相信 大人很多人都相信 相信之後 當時要把台積電1.7厘米 設來龍潭的時候 龍潭的人很高興 為什麼 那就是民主問題你知道嗎 因為同時什麼人在政策 記得 高雄是在後面人家放一張 也不是台積電要去 大人怎麼可以漏氣 所以當時 台積電也來這裡評估 這龍潭的三起 都說好了 現在戰戰正正正 民眾當然土地用政策不高興 不高興就市長要去處理 市長要去盜處理土地水膠電 你去問當時不要說 說土地水膠電 只要如果有進度爆那我也走去拚 這就是做一個市長 一個台積電來五六千個工作機會 這很多水膠 人民精修 到底這事情就是管市長要去盜三個 你當然可以說 說我們這裡民眾不要用精修 所以台積電不要來 你不要這樣說 民眾沒有說不給徵收 是說要多一點錢 這就是市長 這就是市長要去盜貼 我知道張正正正可能為什麼講 都是中央的問題 對啊 林濤出來講都是中央的問題 真的有猜到 我最要記一下 日本的雄本 九州的雄本 為了台積電去收一廠 現在去明年要量產 我們翻多少錢 台幣200億 雄本縣政府編台幣200億 幫雄本台積電那個廠 蓋旁邊的路 通往港口跟通往機場 人家就是真的在歡迎 真的在歡迎土地水膠電到改關 台積電就要這樣而已 你現在頭很放棄 五六千個工作機會 放棄農潭 我繼續講那個李玉玲 李玉玲到現在都還沒說 也在地的立委 你要出來講 快來 張市長 你快點把台積電再叫回來 我們這裡就在等 這個台積電來 怎麼可以把他趕走 這個民眾的土地的事情 我們來幫忙協調 這樣不知道 什麼今天放市政會 副市政會說什麼 如果這裡不行的話 不然去桃園航空城 你是在中校的 桃園航空城 龍潭多圓 不可以這樣子搞 你要當一個科技的市長 你就是大廠來投資 你要幫忙排除這些困難 你才是一個真正的市長 去年 去年十月的時候 龍潭自己主動 從經濟部講 要土地末到十幾% 所以也犯不下去 龍潭真的完全篩不下去 有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爭取台積電去設廠 大家都需要 放在桌 但是龍潭真的末 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不是要去想其他方式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把它留住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做一些事情 你全部都推給地方 那中央做了哪一些協調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台積電要在自己地方 我怎麼想好 台積電可以來我們內科更好 因為我是真的在龍潭住過 經濟部不要睡覺 不要推給地方政府 不是 給我一句話的時間 對不起 我剛剛Google到現在有預錄 我用張善政台積電連在一起 我找不到張善政市長的反應 就是到了我們露營 到傍晚了 我到現在為止Google 這種老頭要什麼反應 因為我現在就知道 馬魂軍為什麼會犯了錯誤 因為Google查不到 他說這部分是機密的事情 不要當豬隊友 這件事情宣佈說不能 一開始要設廠的是 蘇貞昌自己講 最後不設廠 我覺得到底要不要去設廠 這個真的涉及到很專業 沒有人講 這不是事實 因為呂玉玲跟國民黨的 市議員徐玉樹 在8月底的時候 是站在反對一些所謂的 申收反龍科三期 講得非常的明確 昨天的時候 呂玉玲講說 即使台積電不來 還是支持這個擴建計畫 要繼續推動 那你就很奇怪 那你自己在繼續推動 那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 8月的時候又是說 我們要反對這個計畫 就表示說他一開始在居民那邊 就覺得這個徵收價格不好 結果徵收價格不好 台積電想一想說 你們這邊 這個居民要徵收價格 我也出不起 他就不來了 事情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但是張善政 你身為市長的人 你就是應該要下去 協助這個談判 跟居民講說 其實這個建設 對從來是好事 因為要帶入很多的地方稅收 然後對地方建設有幫助 你們想要徵收價格 我會盡量爭取 然後也跟台積電說 你要的土地 水等等 我都幫你弄 所以為什麼高雄做得到 因為陳其邁有認真 在出一件事情 台積電覺得 我在高雄很舒適 所以我就去高雄 所以我最後講說 我自己在榮產居住 一兩年的經驗 其實真的是一個 非常舒適的這個地方 很多居民他真的覺得 台積電來了之後 房價會炒高 然後一堆人來投資 他覺得不喜歡還幹嘛的 其實我們都是非常尊重 在地居民的一個想法 但是真正影響到的是說 你張善政 選錢你說 你會把科技業帶來 你說你當科技市長 這個是完全跳票的一件事情 包含國民黨到現在 現在已經沒有人敢站在說 要完全停掉這個龍客三席這一邊 因為他們都嚇到了 餘嶺也完全改口了 你如果覺得 這是一個勝利的話 你知道更好笑的是 這個反貨驗會 大家跑去跟科技管理局問說 有沒有要後續的這個計畫 很擔心後續計畫就停了 就很少聽到抗爭這件事情 放了兩間抗爭民之後放鞭炮 我們在反破線的時候 如果我們站在這個立場 這是勝利的一天 第一次看到贏家還要不確定 之後還問一下 你們要不要繼續幹 你們繼續幹好不好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張善政 在這個事情的處理上 是非常失分的 剛剛講的是台積電 會把桃園跟高雄來做一個比較 讓我延伸閱讀到一件事情 我忘記是高雄的是國慶 還是高雄的那個就是台灣燈會 不是有那個無人機嗎 對 很空洞對不對 而且立體的 台中這道的國慶也是無人機 結果呢 也沒有一分鐘吧 是不是 也沒有一分鐘 結果他說因為以色列 以巴衝突 走去無人機去撞到蔡英文 所以興奮 這個理由也是會出的 我們都看見說 厲害的那個部分 其實厲害有他厲害的點 所以有一些執政縣市 也是比較加油 旅店內空蕩蕩一片 角落還有幾包物品 遠方樓梯扣也 少了學生的敲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國民黨面對柯文哲 我覺得最大戰略錯誤就是 他們對柯文哲的研究不夠透徹 誤入柯文哲編的一齣 藍白失和大戲 有人是說 柯文哲就是初一十五不一樣 抱歉 不是 你低估了柯文哲 柯文哲是早上中午晚上都不一樣 9月28號記不記得 柯文哲他罵國民黨 不去比民調 你去死吧 去死吧 隔天柯文哲他對著深藍軍戲 講說放心吧 藍白一定和 也開口 激勵了這些柯粉 但是藍營友誼 那個被嗆聲 讓你選也選不上 他們還在溫良攻撿讓 今天柯營對於說 國民黨只想要幹掉柯文哲 他們也是非常溫溫吞吞 你們這個陣營一定辦事就沒有 那怎麼會讓這個支持者覺得說 我非你不可呢 國民黨應該要有一些信心跟勇氣 作為一個百年大黨 你們有十四個縣市首長 有三十幾席的立委 還有三百八十席的議員 不要讓民眾黨看扁 加油 好嗎 明年同一時間鎖定星團加油 我們再會